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歡迎各位網友 收到我們今集的新任透視 梓健由於年尾 他要去被徵召做聖誕老人的關係 他現在是不在我們這裡的 我有沒有創意的解釋 因為我身邊兩位就是兆基創意書院的同學 這位叫阿朗 阿朗 跟大家打招呼 你好 這位是呂徒 跟大家打招呼 你是真名嗎 呂徒 姓呂徒 姓呂徒 其實姓呂有很多名字可以改 我們剛才討論過 不如是女殺手 女超人 也有很多名字可以改 我們這個節目 新任透視有沒有創意 兩位兆基創意書院的同學 很厲害 很勉強 的確是的 這個名字由於我們早前 是想請天主教的陳日君來訪問 但他的助手聽到這個名字 新任透視的名字好像好 那就不來了 今天請到兆基創意書院 兩位跟我們來討論什麼呢 我想討論一下在 反高鐵和蔡元村這件事上 兆基創意書院都做了一些社會的運動 參與在其中 兩位跟我們不如說說 你們學校做過什麼 誰先 阿朗先 那時候10月1日開始去蔡元村 因為那時候有個音樂會 10月1日那天就過去了 那個比較少人 是否重陽節還是中秋節那個 中秋 中秋 中秋來那個 還是國慶 還是國慶 中秋 中秋國慶那一陣子 之後再在學校組合過的人去蔡元村 因為有個千人合照 那件事 是 千人路撐翠元村 是 禮拜日下午 我記得是 那件事都是在學校組合去的 那之後還有就是 之後就開始是那些遊行那些事 也有參加 沒有記錯 是 阿呂圖呢 呂圖有沒有參加過這些 就是剛才說的 11的音樂會 千人路撐翠元村 還有那些遊行 是千人路撐翠元村 那時候開始 其實之前有留意這些事 但是因為時間問題就沒有 嗯 你們那天參與 不如先說一下11的音樂會 你們在裡面有沒有唱歌 那些學校 沒有啊 我們就去聽和做些紀錄 譬如學校有人拍了影片 然後有一些文字上 或者畫面 就是拍照 拍片那些紀錄 你們有沒有自己去玩音樂 沒有 你學校有沒有那些音樂 科系 音樂系 音樂科 有啊 OK 除了那個音樂會之外 另外遊行那天 我好像看到有一個你們的同學 扮到整個遊綠色的那個 周圍這樣走 那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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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組織 另外一個組織 我經常以為那個就是你們 這麼有創意 就是你們兆基的同學 遊行那天 即是說的是 每一個星期日的下午 11月中 差不多 11月中 中美 11月29 對 1129 即是崇光後面走的 立法會那個 那個 你們參與的時間 有預備過些什麼 帶些什麼道具 帶些什麼東西 去遊行 你說 杜草人 你說 杜草人 那個杜草人是你們做的 杜草人是嗎 OK 還有呢 還有什麼 那個列車 那個 是我們學校的人做的 都是我們學校的人做的 OK 為何要做杜草人呢 其實 我之前問那個人做的那個人 他就說 是因為想說那種 杜草人很貼近民生 即是很基層的民眾生活 代表著一種他們團結的抗爭 是嗎 嗯 用那個杜草人 作為那個 那個 就是 標記 還有杜草人都很代表那個 蔡元村的那些 耕田 是 遠野 那個感覺 不錯 那麼 那個大高鐵呢 那個車就是象徵那個高鐵 那個車 是的 可以 因為那個高鐵 你看我們這樣拿著 有一支竹這樣撐著 就是 那個人就是想說 因為這樣拿著 有點像傳統中國武龍那樣東西 他就是想說回傳統中國武龍 是有喜慶的意思 但是現在變了列車之後 就變了一種 因為你看到那天 列車是由那些紅色的 代表著血 就是 它是建築在那些人的血肉之上 我想說回那樣東西 咦 很有創意 真的很有藝術的感覺 其實 那 阿呂圖呢 我想問你 在學校裡面 學校裡面有沒有什麼 創作呢 透過藝術來表達你們對於 反高鐵和蔡元村的支持 其實沒有特別說 在這方面要很鼓勵我們創作 其實基本上平時都是 因為我們今晚學校都 藝術地宣傳過 講過這些事 然後我們就 我們一向都有創作開 我們了解完這件事的話 就可以激發我們創作的靈感 藝術是否就是藝術行政 政治 那個是我和幾個同學一起談出來的一個組織 不是學校組織 不過就是 藝術政治 可以這樣說 就是想用一些藝術的方法 或者做一些藝術出來 講一下自己有感覺 或者想拿出來討論一下的政治議題 為什麼會打算搞一個這樣的組織 其實發起那個一個人不是我 就是我的朋友 原本就和他一開始認識了 就聊聊聊天 大家聊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發現有些事情想說 但是之前又沒有找到合適的人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現在就遇到他了 就可以一起教 就教了一個這樣的事情出來 當然有一種社會的議題 政治的意識 是點燃起你這一種的意識 那是甚麼呢 嗯 即是你說 一開始為什麼會留意這些事情 對 我就不知道他們是怎樣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話 就是去年六四那時候開始的 哦 你也有參加六四的《燭光王晚戶》 我有 有 哦 你介不介意幫我們聽六四的時候 你出了一輩子嗎 還沒有 哈哈 即是不夠二十歲了 不夠 我因為六四而開始點燃起 真的好啊 即是支聯會時候說 甚麼六四的新伙樂宇相傳 雖然支聯會那個大哥 現在都傻傻地 對 真的傳達到給年青人 真是厲害 自此之後 你們又做過甚麼 透過藝術去回應一個政治的議題 除了這次的蔡元泉之外 其實因為 這個組織都是今年十月左右才開始的 所以暫時只有高鐵這樣 哦 這個就是第一炮來的 是啊 哦 那 呂徒呢 呂徒有沒有參與這個組織 沒有 沒有的 只是透過學校去出席 支持這些 反高鐵 這些社會議題 不是的 就是學校會 因為這間學校令到我清楚這些東西 開始去了解政治這些東西 所以才回去 就是因為這個環境令到我想了解這些東西 即是你本身都不是一個 即是小時候成長都不是一個很了解 即是很關注 不關注一點 都是六四那時候開始 哦 你也是因為剛剛那個六四 難怪就是說 剛剛今年的六四 很多年青人去 原來是真的 譬如我們 隨手都撿到兩個兆基創醫學院 年青人上來了 為什麼你們學校會這麼 我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學校會這麼 即是鼓勵你們參與這些政治 很不一般 因為一般的中學 我看都是 一講政治 講時事 他們就會 即是不多講這些 就是講讀書 就是講考試 就是講 如果是紀錄教會 就經常叫你信教 只是講這些 很不一樣 但是為什麼你們學校會這麼好 你講些 你講些 我覺得就是 其實是 以往的通識科 就是很無聊 那些會考課程 但是我們學校 我覺得 是因為我 今年的會考 讀那些科 綜合人文 就讓我 嘗試去 了解這些事情 就是我 純粹是 唸書的 然後發現 是有興趣 或者是 真的想清楚這些事情 究竟是什麼事情 就開始去了解 所以我就會 去認識 然後 學校的老師 又很樂意 跟我談這些事情 所以 就會 是有個 這裡的老師 紅學 是因為 願意談 才會令到我們 這麼關注這些事情 好 我們第二節回來 就跟阿朗 問問 為什麼兆基創業書院 會有提供一個 這麼好的環境 就可以引育這些 同學生的社會意識 第二節回來再談 好